词曲 李宗盛 看 云一朵朵拼凑成 我们想要的模样 你归笑着对我说 你有着主向我 你一边弹琴 我一边唱歌 树上的鸟儿 也在跟我们合 小小的人啊 在大大的银河 用光速连接 我们的快乐 这微笑的泪 许是幸福的 你每一次要看我都记得 当我归归醉 你躲到我一层 我一会儿的 我一会儿到我一层那边 你就 从了我吧 我的人 你们也敢动啊 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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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叫顾小满 从出生开始就元气满满 这位是我爸 前全市散打王 县市中心医院保卫科科长 无论什么身份 他都是以行侠仗义 为国为民为己任的顾大侠 对了 这位是我爸的领导 左院长 一会儿呢 我们还要讲到他 这位是我妈妈 在我六岁那年 出了一场意外 但生活还要继续吗 我们要活得更好 这就是我三打比赛的终点了 但绝不是我习武之路的终点 这位 他是左院长的儿子 左岸 他 是我最崇拜的人 我现在有齐心了 对了 中国人 我最崇拜的 我找到甚至 这把 她 我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更是淑女 你要让昨晚看到你更温柔可爱的另一边 顾小美 加油 起来了 爸 早 早 早早早 快趁热吃 吃完了赶紧上学去 爸 你昨天 是不是进我房间了 昨天 进了 我去拿了本小说 晚上在医院吃饭的时候看 怎么了 没什么 放在家里果然有风险 幸好老爸眼里只有无暇小说 不然我的小秘密 快吃饭 愣什么识 不怕迟到了 爸 那个 我呢 就在路上吃了 今天是高三开学第一天 我得早点去 这这 还有脑花汤呢 行行行 爸爸知道 爸爸做这汤啊 味道一般一般 那你说 怎么办啊 我那个时候念书就不好 你没随我别的 把这个给我移传过去了 现在功课也这么费劲 那怎么办 高三了 是吧 所法说吃什么补什么 怎么着也得给你补充补充营养 爸 孙女多好呀 你是大侠 我是女侠 这叫什么 一门双结 你 你放心吧 我一定能考上大学的 那这个脑花汤 我晚点回来再喝 好好好 我再加工加工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顾大侠 那我走了 顾女侠 一路走好多多保重啊 保重 来 等等 还有一句话 高三了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搞死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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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好打架 打住 你爸今天早上逼你喝脑花汤啊 你说你爸也是绝了 天天早上逼着你喝脑花汤 你说猪脑要是能补脑的话 那猪得该多聪明呀 好 不错嘛 带发卡了 还是跳鱼 带鱼干嘛呀 脑子里全是水呀 你才脑子里全是水呢 我带发卡关你什么事啊 还有 我不知道猪有多聪明 但是 一定比你强 比我强行啊 我倒数第一 你倒数第二 猪比我强一点 那你就是 别打脸 你不打来啊 成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像个女孩子吗 我看呀 你不应该让你爸给你炖脑花汤 应该让你爸给你炖猪手汤 美容又要颜 你不赶 crema 你不 kidney 的猪手汤 你不必你 我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好肯定是你 肯定是你 好肯定是你 这个十分讨论厌的家伙 叫展月 我从小到大的邻居 同班同学 还有沙包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摔坏 好好一个人 弄是长成了一个二傻子 左岸就不一样了 他聪明 勤奋 专注 不会在学习之外的地方 浪费一分一秒 我每天都能在这里看见他 坐在车里经过 不行吧 你天天站这儿储着忘什么呢 能见钱啊 小冬 我先帮你 我先帮你 家主 小月 你没事吧 没事 小白 平心有危险 家主 小白 你别跑 小白 你别跑 小白 你别跑 小白 我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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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 小白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很危险 你这个贼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多数 停车 你神经病啊 我一破钱包追我五条街 我爸说了 高三了 不要打架 我也对自己说 顾小满呀顾小满 你不只是女侠 你还可以是淑女 但你让左岸看我像母夜叉一样 就在你屁股后头 还有我的发卡 我精心准备的 看起来我这么可爱的发型 你叽叽歪歪什么呢 我说你们 该死 小满 小满 你终于回来了 给 以后啊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东西 谢谢 今天真正太谢谢你了 没事 我们习武之人 路见不平 你应拔拳相助 谢谢 再见 小满那个小偷呢 在箱子里躺着呢吧 可不止一个 我今天一对四 全部了得 厉害吧 你以后还是别做那么危险的事了 我知道 小月 你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担心死了 让我看看哪受伤了没 没有 书包 书包开了 什么 这东西呢 什么东西掉了吗 就是 就是一个 一定是掉到那边去了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是不是没在啊 不可能 我就是怕我爸发现 特意放到书包里带着呢 看你爸发现 到底什么呀 就是 就是一个粉红色的笔记本 一会儿丢了我就不活了 笔记本 我刚刚看到 展月拿着一个粉色的笔记本 是不是 什么呀 猴子放的 怎么办 展月 你今天解释钱了 这么开心 咱们今天晚上 去撸一把呀 那换家网吧 昨天踢中那个大哥不说 不过我不再去 就对我不客气 就是 就那家网吧咱们手 而且他们不查身份证 可是 没什么可是 我有办法 怎么办啊 展月 小满 拿来 什么 我说拿来 顾小满 一大早对我们展月大呼小叫什么呢 你当我们三阶课 展月 你拿他什么来给他呀 就是你给他 我什么都没拿呀 我拿你什么来你说清楚啊 我不要面子呗呀 看着你 展月 你把东西还给我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呀 不信你搜 没有吧 什么呀 要不搜个身 女孩子佳佳的光天化日 脱男生衣服 不害臊 不害臊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一边待着呢 展月 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托啊 你信不信我把你衣服给拔光 姑妹 你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 别别别别摸了 别摸了 做 做案 想跑是吧 我早上看见做案的车了 算算时间 他现在应该在教室里坐好 你要是没挨我东西的话 你为什么要还做案的名字 不行吧 别聪明了嘛 猪脑花汤有作用了 你走 展月 你活蛋 你活蛋 他打不过你 我还跑不过你吗 让一让 让一让 小心 好 小心 我佳玉 我带着站住 跑 我让你跑你还挺能跑啊你 都看着呢 都看着呢 左岸 你还说 左岸来了 你还说 什么 什么 愤怒的小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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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连对不起都没说 结束了愉快的假期 新学期又开始了 吴小满 对于高三的同学们来说 吴小满 再过几个月 你们将走进高考的考场 不回话是不是 人生第一个重大考验和洗礼 和你说话 日记本 要有分秒必争的意识 你这副认怂的样子 我真没见过 没有事 没解释 看见 他没到世界末日 周三二班 顾小满 竟然当众 撕了左岸同学的裤子 这是对肖峰肖基的严重挑衅 学校呢 也会严肃处理 在此 我呢 郑重警告高三年级的同学 把你的心思啊 都用在学习上 不管我的事啊 校长说的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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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流氓啊 女流氓怎么了 整个中学有谁看得惯着呢 你 不管是女侠还是女流氓 你都算为民除害 完了 左岸官方会员会 我还上入会呢 顾小满 姚拉 你很厉害嘛 你不是练三打的吗 什么时候改名叫顾超峰 练上九阴白骨爪了 姚拉 大家都是同学 你要干吗呀 你别说 姚拉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还敢是故意的 你知不知道左岸在我们心中 是多么的神圣而不可侵犯 你气 你内什么了他 你必须向他道歉 道歉 只是道歉 不然呢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流氓吗 不过道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今天让多少人看了左岸的笑话 你也应该尝一下那是什么滋味 所以你道歉的时候 必须让我们所有人都看他 而且如果左岸提出什么要求 你也必须做到 不就一条裤子吗 你们至于吗你们 那你现在让我把你裤子撕了试试 我来啊 你以为我不敢啊 你们两个怎么突然吵起来了呀 姚拉 好 我答应你 我会当着大家的面 郑重地向左岸道歉的 这本来就是我的失误嘛 算你还有点诚意 左岸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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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 你来得正好 顾小满要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给你道歉 不需要 左岸 我知道你不会和他一般见识 但这件事情是他做错了 就应该道歉 同时也让那些看笑话的人知道 这件事结束了 顾小满 诚意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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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 我过分了啊 顾小满诚心诚意地跟你道歉 你摆张冷脸给谁看呢 这关你什么事啊 湛月 顾小满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你替他道歉啊 你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啊 你以为学习好能考高分 就能在学校横着走了 什么学霸呀 不就是书呆子吗 以后你生活用考高分吗 你工作用考高分吗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啊 你们跟着起什么哄啊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左岸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是真心请求你原谅的 无聊 左岸 你个大男人 能有必要为了一点破事 跟女生计较 我说过了 我不需要 左岸 我真的是一时失守 你把头抬起来 顾小满 这个 算了 就这样吧 别别别 你相信我 我可以的 我 我 我就这么疯了 难道你要我脱衣服吗 不要 这样我会直接晕过去的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我疯了 我疯了 头 太近了 我想看清楚一点 我怕扎到你 我自己来吧 不用 我真的可以的 我说 我自己来 走 走 姑娘 对不起啊 我本来想跟你道歉的 却什么都做不好 左岸 顾小板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担心左岸受伤 所以来看看 你以前那些打架声势的光辉事迹 还不过写一本书的吗 是不是我对你太宽容了 这最后一学年 开学还不到半天 你就闹到校长也记住你了 是不是非得让我给你个什么处分 你才知道教训啊 老师 对不起 赵老师 这不怪他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左岸 我没听错吧 左岸 左岸 谢谢你刚刚替我求情 我真的太意外了 本来大家都说你这个人特别冷漠 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同学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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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家 只是展岳 毛英伟 许之友 他们三个 还谎称什么三剑客 看 就是嘴剑的剑 你放心 我回去就告诉他们 你其实很仗义的 是他们误会你了 我根本不在意他们说什么 你不用证明我是怎么样的人 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啊 而且 这不是你第一次帮我了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也没关系 总之你放心 我和展岳他们呢 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我一定会帮你 不用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 总之我还是要谢谢你 还有 对不起 你 你 不要再做危险的事了 我说 你不要再打架了 你 你刚刚是说 不要我再打架了吗 我答应你 我以后绝对 绝对 不会再打架了 报告 报告 进来吧 漂亮 agency 久疆 来 久� estab Și 小马 小马 没事吧 老板 你干吗干了 赵鱼 我让你做题 当然是写在顾小马脸上吧 没人 没有 你们怎么样了 十五分钟了 答案写出来了吗 老师 您都说过 这道题是去年高考最难的一道题 全省证确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我们 左安 你上来解给他们看 老师 解完了 下去吧 你们看看啊 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你们以为今天还是入学第一天 准确地说是距离高考 还有二百八十天 你们以为还有时间 从今天开始 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打起 十二分的精神来 我刚才说的话你当耳盲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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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哥 好 大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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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运 今天我和你主任 一会儿我卧士要先走 我先扫地 你再拖地行吗 可以 不要买 帮我拖地 我拖我拖我拖 我最喜欢耳盲蜂了 走啊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就先走吧 这里我都包了 不需要 没关系 你就当我谢谢你嘛 你心心意不是都要去游泳吗 你去晚了人就多了 你怎么知道我终于要去游泳 我不是不如撞着就今天嘛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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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 走啊 走 听说有新的吧 我去看你去看你去看 我 我 我路过的时候听姚拉他们说的 原来你不止是卧士 你还是跟踪朋友变态 我 你跟踪朋友变态 你怎么在哪里 你到底怎么样开看把东西给我 很简单嘛 你说你扶我 你说你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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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我说你这 你这 我扶你 听不见 大点声 我顾小满胡了 你这诊愿行了吧 这也很动听嘛 我就知道你有个天会顺服 看在你诚心诚意的份上 又大发自卑地把它还给你 但是 让你帮我个小忙 什么忙 你们俩到底在打什么呀你呀 只肯一会 不肯言喘 走着 小满梯上 我说了 这网包我们包了 你们换一家 小满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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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我爸说了 高三了不要打架 我也答应了另外一个人 以后不打架了 但是人在江湖 真不有 有惊讶之处 忘各位同学海涵 干吗 有病吧这个姑娘 看那有病吧 что 来 你们这么厉害 我不是说让你来打架了 干嘛呢 我说了 我不能打架 那你这样他们 他们会怕吗 你们怕吗 要不再给你们展示一下铁板 我虽然打不穿 但是我能打弯 我们走 你们真怕了 不是因为怕 是因为你这样的人 还有女生肯跟你在一起 真的是太可怕了 你说跟谁在一起 神经病 你别走啊 你说清楚 我就知道米头 爸 我回来了 五大叔 我也来了 你走开 今天赵老师给我打电话说 你把昨晚的裤子撕坏了 赵老师还高中吗 他 他不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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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了 爸 爸 又打架了 没事吧 你跟我出去 你不打手 你不打手 你干吗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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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顾大叔 您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呀 客人 客人的是对好朋友 好同学而言 小马帮你打架 真行 我们不欢迎你 我从小挨了过小马 多少打呀 您那时候怎么不叫他 别打架呢 你干吗 你别叫我话呢 说好了 东西给我 那负尼亚 满口 当老你 千万都虚情假 也是非不分 是非不分 说什么呢 我说你的日记本 什么意思 你真的看了 我 不要这么暴躁 我就看了一点点 然后顺手放往吧了 不用瞒 你就那么崇拜书呆子 整个日记本里全是他 你怎么不写写我呀你 写你 本房子除了读书不太再好 其他的 唱歌 跳舞 打球 玩玩戏 哪样不是玩爆那个书呆子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一口一个书呆子 还有 日记本的事你要是敢给我说出去 我一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赶紧回去吧 我一定追杀你 我一定追杀你 几手静静折 躲进太阳雨里不走 像坠落的 木工荫漂浮着 在风雨之中 掉了 像一个 从天空来的旅客 落下了 就安家了 太阳雨再下着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抉择 太多余乐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把昨天的曲折 把不安的忐忑 全都收好了 让笑容盛开着 太阳雨时短短的 太阳雨时短短的 放心好了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抉择 太多虑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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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